大家好 我们的基督在临讲座再次开始 之前呢我们讲了耶稣再来的确信 就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在临 听了讲座之后呢 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 这个确定耶稣基督要来 而且呢我也讲到了耶稣再来的原因 现在呢我要讲这个耶稣在临的这个 叫做像就是预兆或者表像是什么 这个许多基督徒啊 都想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耶稣在临 这个不但基督徒了 肯定就是有些感兴趣的人也会想要知道 这个耶稣在临的时间 但是呢耶稣说了 这个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会有一些预表预兆 这个在马太福音呢 这个就记载当时啊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一块走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当时的这个 曾经是第二个圣殿了 已经建了五百年了 用石头大石头砌成了非常 这个宏伟壮丽的这么一个圣殿 在阳光下呀 这个格外的辉煌 因为他是在做了这个小山上 老远的人们就可以看到这座圣殿 这个这些门徒呢就说 哎呀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的华丽 多么的宏伟啊 这个 可是呢 耶稣基督却对他们说 这个美丽的圣殿 这个华丽的圣殿啊 将会被摧毁 其上的一块石头不会落在另一块石头上 这个门徒呢一听就 惊呆了 怎么 我们来看到了这么好的圣殿 怎么 他要被毁吗 这些门徒就继续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说啊 请告诉我们 这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末了 有什么预兆 就是他 问这些都是什么样发生 有什么预兆没有 这个是因为圣经记载的问题啊 有一种理解是说 这些门徒啊 他把这个圣殿的 这个 摧毁的这个时间和耶稣在联的时间 认为他是一起的 因为这段呢 在很重要 所以在马尔可福音 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然后耶稣呢 是这么回答的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都是这个 妇人 惨痛的起头 人要把你们 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憎恨 那时必有许多人 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憎恨 且有好 假先知起来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不返了 是增多 许多的人 的爱心 渐渐冷淡了 唯有人类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使万民做见证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到 这就是 耶稣的 这个谈论末期 和圣天被毁 的描述 之后呢 在这个 即后又说的是 他是回复这个 但一里先知所说的那些 之前的语言 然后他说这个 可 行可 行这个毁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 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恶势力啊 魔鬼啊 会 站在圣地啊 就是圣地的 所谓的圣地 已经不再是 怎么说 神圣了 魔鬼会站在其中 那时 犹太的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 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男孩子 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遇见冬天 或者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 必没有 若不是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能得救的 只是为了血 远民 那日子 必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 被迷惑了 看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这个就是耶稣 基督说的 描述的 他在临的预兆 这个当然了 他在临的状态呢 是那个时候 他是会 他说是 他从天上下来 那个时候 他的描述就说 连日头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地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要差遣使者 用这个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聚集 这个耶稣基督呢 举了这么多的 列举了这么多的预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不光是门徒也好 后来的这个解经家也在 在分析 到底这耶稣的描述是 那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呢 还是他在临的日子 还是他这个描述是两个 都两者都包括了 之前呢 说的这个 这个犹太人 要这个 在山上呢 就 就是 应该逃到山上去 在房子 在房上呢 不要拿了拿东西 在就在 在房底上 不要拿东西 不要回来 在田里的 千万别回去取衣服 别进城 这些呢 都是 应该是对这个 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 那个时候 的预兆描述 让他们不要那么做 因为什么呢 后来我会给大家讲 这个耶路撒冷被 后来这个圣城果然被毁 之后呢 造成了就是城里的跌屠杀 这个在城里的人呢 几乎都被杀了 所以到在城外的人 就告诉城外的人 不要忘 不要再回去了 这个要往山上躲 但是后面 耶稣基督描述呢 这个就是 不单单是发生在 耶路撒冷这个城了 是个 是一个全球性的 世界性的 包括各国各方的 这么一个广泛的 预兆了 他们这个 这些 包括所有的人 都会看到 耶稣基督带着能力 与荣耀 从天上下来 这个我的呢 有一种我的解释 就是说 圣殿被毁了 确实是被毁了 但是呢 现今呢 还有一座墙 没有被拆 就是 所谓的 有名的枯墙 据说是在 这个 耶路撒冷城的 这个清真寺旁边 的西墙 他还保留了 这座这面墙 没有完全被拆 也许 是不是耶稣在临的时候 这个哭墙 被毁的时候 那是他 耶稣真来的日子呢 因为耶稣说了 这个圣殿呢 将会被毁 一块石头 也不会落在 另外一块石头上 这个还没有实现 这是我的个人 个人的见解 好 那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之后 我会跟大家逐条的分析 每一个预表的意义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